手機也放桌子上 要放喔 手放桌子上 手機也放桌子上 裁缸打牌打到一半 就被警方登門臨檢 胡牌心思全沒了 你先來這邊坐吧 那你幫我看他就完了 叫他來這裡 所有人動都不敢動 只能眼巴巴看著麻將 被一桌桌查扣帶回 更誇張的是 被逮捕的15名賭客 其中5人都是未成年 現在他們已經翻了沒 好像要做吃的樣子 位於西門町商圈的這一間棋牌社 時間前涉及賭博被警方抄家 沒有想到風頭過了 又在另起爐灶 雖然招牌寫著 最佳娛樂健康休閒 但還是怪羊頭賣狗肉 正信和吳欣主席 向賭客抽每將100元的抽頭金 以這一間店十足的規模來計算 每天經24小時 一個月賺到將近150萬 法官雖然一共同意圖 盈利聚眾賭博等罪行來判刑 三個月及兩個月 但卻可一顆罰金 對業者來說根本不痛不癢 為了規避警方追棄 協會群組還有招戰手冊 再三提醒會員 過年快到了要注意陌生客人 最近有便衣來領檢 還要交易會員 禁止賭博 沒有任何現金交易 更強調看完記得山訊息 在警方眼皮底下搞小動作 膽大妄為 三線陳情仰心儀 臺北